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在把冥王星幹掉的那個會議上 我們呢定義了一個新的天體 叫做矮行星 什麼叫矮行星 第一 繞太陽 廢話嘛 行星繞太陽 第二 要夠大顆 不可以就渣渣 OK 夠大顆 大顆到它能夠變成一個球形 球形 圓球狀 第三個重點叫做 沒有清乾淨 行星叫做有清乾淨 等一下跟你說明 那根據這個定義 這樣叫做矮行星 所以就說冥王星 你不能夠叫做行星 你只能夠叫做矮行星 矮行星 好 他也不是衛星 好 來 這個定義之下 現在 現在 現在一開始 當年一開始有三顆 一顆是古神星 古神星是小行星帶 後面會交裡面最大的那一顆 一顆就是冥王星 可憐被降級的冥王星 還有那一顆被那個 害冥王星被趕走的那個 俄里斯 奇難 俄里斯 系神星 好不好 然後他說以後再繼續公佈 好 他就說冥王星是海王星以外的 就那個矮行星 就那個矮行星 好 來 然後後來就找了兩顆 到目前為止就這五顆 到目前為止就這五顆 以後可能會再增加 不過以後再增加我也不會再寫 我也不會再往上寫 不然會越來越多寫不完 所以目前為止就這五顆 你看這五顆叫做矮行星 看一下 看一下 第一顆叫古城星 原來是小行星 最大的一顆 他算升級 升級叫做海行星 第二顆叫冥王星 本來是行星 這個他叫做被降級 從行星降為海行星 害冥王星被幹掉那個叫做 系神星 俄里斯 就是因為你了 害我們要定義什麼叫行星 你們都不是啊 你們叫做矮行星 就是他 所以他就是 叫做矮行星 他是過無奈的天體之一 所以了解一下 好 矮行星 行星跟矮行星的最重要差別是什麼 有沒有清乾淨 有沒有清乾淨 行星是把軌道清乾淨 矮行星是沒有清乾淨 水星 水星到太陽的公轉軌道上 就這一顆水星 基本上沒有別的東西 別的東西要嘛就被吸進來 要嘛就被甩出去 所以基本上水星獨佔他的公轉軌道 這個叫做行星 好 他的質量夠大引力夠強 所以他要嘛就被吸進來 要嘛就被甩出去 所以呢 他 叫做行星 可是矮行星不是 矮行星沒有清乾淨 剛才講過了 冥王星 細神星 酷薄帶諸天體之一 那個古神星也一樣 他小行星帶 除了他之外 好嗎 一大堆的渣渣跟他一起繞 所以他沒有清乾淨 有別人陪著他一起過來到底 所以他沒有清乾淨 所以他就不能夠叫做行星 這就是我們的行星跟矮行星最大的差別 就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有沒有清乾淨 有沒有清乾淨 然後後來咧 後來 冥王星也是一樣 海王星軌道復活帶 很多人說他起東西個而已 所以他不算是行星 好 冥王星被幹掉 沒有清乾淨 後來呢 又多一個叫做 類冥王星 我個人認為 多出這個星體是 純粹為了安撫美國人用服 因為美國有講過 冥王星是美國人的驕傲 自從把冥王星幹掉之後 美國人一直想要恢復 冥王星的行星地位 所以我到之前幾個月 還看到網路站有寫 冥王星要恢復成行星了 美國人很想把它恢復它的行星地位 所以呢 我覺得這是為它安撫美國人用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什麼叫類冥王星啊 這樣叫類冥王星 剛才不是講五顆海行星嗎 那五顆裡面 只有一顆不稱為被冥王星 就是帶小行星帶的那顆五神星 因為它沒有在海王星之外 其他的四顆全部都是 但是很好笑耶 你們五顆叫海行星 你們除了這一顆之外 你們都叫被冥王星 那你搞的在幹什麼 沒什麼意義啊 所以我說 這個是要用來安撫美國人用的 你們冥王星很重要喔 你看喔 我的內冥王星體喔 這麼重要 特別一類喔 你不要那麼揮 你要插它的 揮入它的習近地位 所以我個人 個人偏見 搞這個玩意義是要來安撫美國人用 你知道不要再吵了 好 那說話說你說 以後怎樣怎樣 你看看就可以很重要 你說以後會有誰 以後會有納入這個東西 OK 好 這就是跟各位說明 矮行星重點 矮行星跟行星 到底差在哪裡 有沒有清乾淨 有清乾淨的是行星 沒清乾淨的是矮行星 現在有五顆矮行星 你記住那三顆 一個叫古神星 一個叫細神星 一個叫冥王星 他們現在被歸類叫做矮行星 OK